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在旧时代的限定当中 随着上一张 隶属的究极物翻极限制之后 魔人仆普篇这个类别 大概就剩下体操背了吧 在2017年的限定当中 2018还有一张变身的魔人仆 不过那张应该没那么快啦 有也是这张先嘛 体操背 老实说已经等了非常久了 而且昨天在使用北极多的时候 其实有考虑过把它给放进队伍中了 可是这张卡嘛 很喜欢 但是 实在是以现阶段的能力来说 有一点点的上不了场啦 虽然说还是可以啦 但是 打起来绝对是不会那么痛快的 因为就你会看着它那个 百多万 十多万的输出在砸 整个就是心情会倒下来啊 不够high 50%的通常攻击减伤 然后超绝大威力反击 然后每次受到攻击 攻击10%提升 最大100% 超绝特大伤害 然后一回合我防攻击30%提升 老实说这张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啦 非常帅气 尤其是它的那个反击 手心的五指的那个球 丢出去这样子 超帅的 然后连接这边也是全部跟它练上来的 等着它极限吧的 那么这一次的话就久违的给它做一个 极限Zack猜想啦 for这个体操背 老实说真的是 蛮期待它未来官方会怎么做啦 不过这边的话 我自己就先来做个猜想吧 嗯 喜欢的朋友就继续看下去吧 来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体操背在极限Zack之后 财经的数值将会有达到 100,000的攻击 跟100,000的防御力啦 不算很高啦 在旧时代的限定它的三维官方 其实设计到都是有一点点的低 哈哈 所以整体加上来还没有到特别高啦 然后队长技绝对就是 魔人普边气力加三雪光方来到170%这样子啦 这个是 旧限定极限Zack上来的数值 大概都是固定的啦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然后必杀效果的话是 超级特大伤害 一回合我方攻防30%提升 为什么会给到它攻防提升 主要就是因为技术的那个极限北极多那一张 他 极限前 其实极限前的必杀效果跟这个超背的 极限前的那个 现阶段的那个必杀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哎 倍率再加上我方攻击上升这样子 所以这边我就想说官方可能会给到他一回合我方攻击30%提升啦 攻防30%提升 最好是有这样子啦 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玩那个 他卡在1号位然后联击1号位的 人 获得Extra的提升这样子 这个是非常棒的东西啦 然后被动方面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我给到他是自身攻击50%提升啦 就是在最初始的时候 然后防疫直接拉到相当高的地步150% 然后被普攻50%减伤 并且以超绝大威力反击啦 这个就完全是造就没有改动到 因为这边要改的话我觉得减伤方面最多就是可能减伤提高或者就是减伤保持 然后反击威力可能拉到激烈的威力反击 不过我觉得不太会处在这个极限ZX上面激烈的那个威力 那个应该是用在新限定上面 这个是绝对的啦 我可能觉得 然后同样就是每一次受到攻击 攻击20%提升然后最大可以跌到150% 曾经是可以跌到100%罢了这边就拉到150% 然后跟初始的50%做相成的话可以达到275%这样子的那个加成啦 防御这边的话我就给到他比较高一点 每一次攻击的时候 防御力就会10%提升 但是别的速度会比较慢 最大100% 然后跟原有的150%做相成可以来到400%的防御加成 必杀季发动的时候 有来到550%的防御加成 会达到相当的高地步啦 因为要不然以现阶段 我们大环境来说啦 防御力不够高的话基本上就是连存活都很难 然后最后给他一个中确立的必杀看破或者高确立都可以啦 我觉得 你 这张卡我就有一点取自数数的超倍这样子 当血量多少以下 他就是会有看破必杀嘛 那么这边我就给他常驻会有 有触发到 那就是万幸没有触发到我们就当作他不存在 就当作我们 不能不能去依赖的 一个不能依赖的能力就是 其实主要就是前面前半段 整体来说这个样子看下来好像是 %数还蛮高的 但是实际算上来啦 也不会到非常夸张的数值 上一轮的 究极物贩嘛 他极限在官方给他去 去到其实开了二连必杀的话 防御力也是有到40万左右 然后这一张超倍的话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啦 跟利超倍做连接啦 也就是利双人 然后合体之后 他才可以有达到55%的攻击加成 跟10%的防御加成 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东西会稍微低了一些些啦 踩新状态然后有计算180%的队长计 180%主要就是 三周年极限之后就有180%的波特拉 波特拉的强化嘛 然后200%这个是 未来才会有的东西 不过我们这边就直接看吧 攻击的话在初始其实还是跟 现阶段是一样的烂啦 只有218万 不过在现阶段来说就算是踩新啦 180%跌到满的攻击 也就差不多这个乡下了 至少啦至少他最初始的时候已经有达到 达到以前的程度啦还不错 然后跌满的话也547万啦 然后在防御面这个是最重要的啦 我个人比他看重的就是在初始的时候 每一次攻击嘛也就是这边 他发了一次必杀之后的能力啦 最初始的阶段 22.2万的防御力还不错 如果是有在200% 24.1万 最初始最初始那边是不太够用啦 当然 可是跌到满之后 跌到满行动之前有31万在180% 然后行动后有40万 这样子的话 至少大部分的 应该说大部分的必杀 他都是有一点点的承受力度 以普攻方面是绝对没有问题 他本身的被动就自带50%的减伤啦 所以我的考量就是 这个防御力主要就是用来扛必杀 而不是普攻 以普攻就是50%减伤再配上不熟的防御力 基本上就是 所有的普攻都是 确确实实的可以扛到完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点啦 防御力让他上来不是用来扛普攻 主要就是用来扛必杀 可是40万的这个 防御力 其实也不够扛 Retrozone 所以要配上 Wiz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才比较有 有这个可能性来扛得住啦 反正 因为普攻已经就是绝对安全的地步 剩下的就是考虑必杀机吧 OK这边的话整体就是这个样子啦 在攻防数值上面 然后接着就是这张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他的反击能力啦 反击方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当叠满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我们显示的数值三倍才对 超绝大的威力是三倍的数值啦 在这个反击状态 普攻是74.4万的 如果我们连击的话 是可以达到 在做反击的话 是可以达到223万的输出了 相当相当的给力啦 虽然说对比 比L奥的三周年来说 嗯 是比较弱啦 不过想想一下 毕竟都不是L奥卡 U奥卡一张 所以 比L奥弱是蛮正常的啦 我是觉得还蛮正常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计算就是 因为开动毕杀之后 会有一个攻防30%的提升 所以我们这个也要把它给沉进去 所以就是 开过毕杀之后的反击数值 就会比较高一些些 像180%队长记下 是可以高达290万的输出啦 整体的能力我觉得大家这样看下来都还蛮不错吧 输出量其实有拉到蛮高 可是因为每一下的那个 显示数值其实是蛮低的 看起来好像没有 没有现阶段的那些卡 尤其是达列斯啦 没有达列斯 像达列斯这么强大 但是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合计数值啦 合计的攻击数值 行动前反击两次 然后开了毕杀 然后再反击两次这样子 OK 180%的情况下 在这样子的组合下 是有高达1573万的 然后像有反击 反击毕杀 应该说反击攻击的角色来说 像这种啦 我们都是会组点毁星 竟然毁星给它报上来的话是乘1.9 所以这边的输出可以拉到非常非常高啦 老实说就是通过这边我就觉得这一张 提倡费 我好像是给到它有一点太夸张的能力了 尤其是去到了200%对掌季的时候 那数值的增长 多了一个130万左右 哇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狂 相乘过后 这一系列的那个数值下去啦 就是直接3000万的 如果是全部都会行的话就超过3000万的输出了 单回合 非常非常的猛 而且这个是还没包括普助 如果普助下去再加上加工道具 那个数值将会再更加的翻倍上去了 会拉到非常非常的夸张 这张体操飞其实我对它啦 是未来性 非常非常的期望啦 可是 就像之前那张隶属的究竟犯啦 我也是期望值很高啦 官方已经让我失望一次了 所以这一次的提招飞 下一轮啦如果官方真的把它提倡费啦 在今年内的话啦 我希望 至少啦 至少有我自己设想了这样子的强度啦 不要低过这个强度 虽然说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有一点点的overpower啦 防御力超强 攻击力也超强 因为防御力本身就是一个被动的50%在对普攻减伤了嘛 只要能够扛得住毕萨就好 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啦 行动之后在180%队长记下 达到40万的防御力 嗯 就算是去扛 异星龙的毕萨啦 我想一下扛得住吗 也是要被打40多万啦 也是要被打40多万 还是 4050万啦 应该是4050万 还是非常的通啦 但是 至少就是已经把它拉上来了 配合毕萨的话整个输出都可以压下来 然后去到布罗利的关卡来说 配合毕 40万左右的防御力 大概也是会被打个2-30万啦 如果是可以看破毕萨的话 我们避免掉然后再靠着它的超强输出来做到 大幅度的输出的话我相信是ok的啦 这个是我个人在这张超倍的考量啦 给到它不熟的输出跟不熟的防御力啦 大家觉得这个能力会不会太夸张啦 如果是官方真的照这样子来出的话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吧 ok啦那么这一次的猜想 就是这个样子啦 真的是好期待它的极限这个 Begit 那一个最强的男人啦 Onegaishimasu 万代 Omatsu-san 一定要给他一个好的待遇啦 不要像九鸡饭这样子 不上不下的 ok啦ok啦就是这个样子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Jia Mata